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天呢 明天外资就回来了 美国股市今天有开盘哦 对不对 你有没有发觉很多电子股压不下来 棒棒棒棒就涨停板 棒棒棒棒就上去了 各位在这里请你订阅按赞分享一下 因为如果你订阅你按赞你分享 明天的涨停板 明天的大涨就是你的 对不对 各位我讲得很清楚 我在这里告诉你什么 订阅按赞分享 对不对 红包标股来电就送 你有没有打电话进来 你有 对不对 各位 我昨天还在这里公开告诉你 宏达电跟威胜你随便买 宏达电 开没有很高 你就算买56块好不好 手板这样冲掉也有一块多 你就算买威胜好不好 也是涨 重点不是红达电跟威胜今天涨 明天这两档股票会再涨 有可能会涨5% 也有可能会涨停板 王雪红他告诉你什么 告诉你 威胜宏达电明年会很好 今天已经12月27号了 所以我在这里公开的告诉你 对不对 那很多投资朋友都在想 老是真的假的 那你用看的就好 我告诉你威胜如果没有意外 明天应该涨5%吧 我昨天也告诉你红达电 我昨天难道没有告诉你红达电吗 老是你买红达电还是威胜 不要管我那么多嘛 红达电威胜都可以买了 老是那IP股会不会涨 我们来分析一下 今天大盘最多是涨125点 收盘只涨43点 老是为什么冲上去又杀下来 为什么冲上去又杀下来 量还是不够啊 大家不敢追啊 那我问你 季线是不是往上了 五日线是不是站上了 对不对 今天五日均线是在多少 14312点 今天收盘收14328点 是不是站上了 站好住了啦 站在那里稳稳的啦 对不对 所以我在这里告诉各位同志表 明天你做电子股就对了 老是人家三线翻多 三线翻空一直告诉我 在这里这个生计股还是很强 我知道啦 1720啦 老是又拉尾盘了 我知道啦 还是三线翻多嘛 对不对 废话涨到这里不是三线翻多 他在这里都不会三线翻多 他在这里都不会三线翻多 反正涨到这里三线翻多 今天那么大的量 今天量还是在生计股 真的量还是在生计股 昨天才1万张 今天2万张 4106 老师亚伯 亚伯有多少老师在讲 各位啊 连上都没上 1752 南光 最热门的 老师创新高 多头排列 对啊 你看量已经没有跟出来了嘛 量一天两天三天四天已经缩了嘛 老师再出量还会涨 那又要赌的嘛 赌到明天会涨是不是 那你就赌嘛 没关系嘛 我们不赌的 我们不赌的 那老师 那到底明天会涨什么 我告诉你啊 3529的利望 你看 今天最低点到最高点 又涨了50块钱 老师这三线翻空 他刚好回车这个缺口 他今天顶到五日线 五日线过了就上去了 五日线过了就上去了 这还是多头排列 老师今天那个四星没有涨 各位明天一定涨 我跟你保证 明天一定涨 但是四星我要告诉你哦 他这里跌下来的时候 是不是下面有一个下影线 在这里是不是底部爆量冲上去了 对不对 是不是要站上五日线 那今天四星的五日线是在多少 797嘛 等于是多少 800块嘛 他只要一翻上去爆量 我告诉你这只股票 9001000不是问题 公司获利那么好 对不对 你看盘后四戳 这个零股交易是多少 700 790呢 对不对 6531的爱普 今天有一点意思了 有一点意思了 今天没有量 不要做当冲啊 2000多张变成1000多张 你看他已经站上五日线了 对不对 MACD交叉往上了 月线也站上了 他要补量 他要过哪里 他要过这里 180 那如果能够攻到185 更漂亮 我告诉你很奇怪 我发觉 连续三天 自营商都在买 自营商应该是拿自己的钱在玩的 所以自营商应该是在这里是最懂的人 听懂我讲的意思吗 最懂的人 自营商连续买三天 今天会不会再买 你看我的Tagred 各位 W1788标股急先锋 订阅按赞分享你就知道了 好不好 那自营商如果还在买 那明天要出量 6000张 爱普要6000张很难吗 不会 这里都搞 这里都搞6000多张1万张 这里都搞6000多张1万张 这主力吃货 主力吃货嘛 那我昨天是不是告诉你4961主力买超 今天是不是上去了 讲在前面才有用啊 今天大涨才告诉你说天狱可以买 我昨天还跟黄小姐讲啊 拜托你啊 天狱115块你是最后买点啊 你还不买啊 今天来到125块 一张是1万块 10张是10万块 100张是100万 你也不赚 那要怎么办 那如果明天突破125块 来到130块以上 你再去追吗 对不对 3034的联勇主力筹码多 我也告诉你 今天做实在天狱涨的比联勇还多了 对不对 各位 他要碰到年限 4961的天狱 离年限还有一段距离 其实这个价位 如果说你含息17块钱 这个价位已经快140 150了 我在这里讲的就很清楚了 股票市场就是这样 对不对 今天4968的利基涨停板 你看哦 他在这里是不是有量 是不是有量 但是涨停板的隔天你不要去追哦 因为还有可能是短线券商 就像凯基证券嘛 凯基台北啊 他搞不好100拉上去嘛 对不对 今天涨停板很快就锁了 那你就要注意到咯 注意到6719 利基 老师 今天利基不强哎 搞不好明天开高走高就涨停了 他的量不够 昨天的量400多 今天已经来到500多了 哎 就跟4968的利基一样啊 昨天1000多现在3000多嘛 对不对 6719的利基 我告诉你量不要很大 搞不好2000张就涨停了 2000张就涨停了 对不对 就像4961的天狱 你看 搞一个多少张 老师 9000多张 我告诉你啊 他攻击的时候都是都是1万多张 都是1万多张的啦 量不会少 都是1万多1万多的啦 6531的爱普啊 他要攻击的时候 都是1万多 1万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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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量了 那明天如果没有意外 因为今天晚上美国股市会开盘了 对不对 美国股市会开盘 那外资 明天有一些外资 我不敢说全部的外资啦 有的外资很懒 懒 很懒 有的圣诞节要修到元旦 有的圣诞节过后就会回来了 还是要赚钱 那投信是不会懒的 投信反正每天都要做绩效 自营商更积极嘛 积极的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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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那自营商 爱普天天买是为了什么 来我们看一下 各位我在这里跟你讲 自营商说实在很厉害 我觉得自营商是最厉害的 因为自己的钱在玩 各位来看一下 你看一下自营商 这是爱普 他已经连续买三天了 那外资是一买一卖 一买一卖 那个都不重要了 那投信也没卖了 看到没有 来拿前面一点 有没有看到 这自营商 有哪一个老师在这里 各位明天兵该会员充充乐 今天没有充也没关系 因为今天四九六一的天狱 你要开盘就要试价买 开盘就要买了 你九点五倍没买就充上去 充高再去追就不对了 老师是不是叫你258 开盘叫118 嘿嘿 258的8 盘中最高叫125 125的125 对不对 这里有一个600张的买单 也是没过 但是收盘还不错了 收盘收在121.5了 明天继续攻 对不对 六五三一的爱普最高是多少 175 你看到没有 175 最低170 我有一个会员买170 买175 拜托 量太少了 不要冲 虽然今天你170买到 你随便卖都随便赚 收盘价卖也是赚 盘中卖也是赚 但是量不够 不能每一个会员 我会员不是只有两个三个 我会员几百个 那170大家都下去买也买不到 因为170 170成交只有个位数 175要卖也卖不到 为什么 175成交也只有个位数 所以这个单来讲的话是空气单 嘴巴讲一讲的单 反正最低跟最高 我也跟你讲 258不然就零嘛 有没有准 但明天不一样 明天爱普 如果一看开盘 只要有6000张的量 我们就冲了 我们就冲了 老师 那你怎么知道他会几张 开盘就知道了 10分钟之内就知道了 4961 是不是10分钟之内就知道了 这里就有量了 昨天量才个位数 974张 974 这里是不是有量 200 3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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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 开盘就知道了 除非四个半小时在睡觉在休息 那大盘今天有一点点上瘾线 今天量还不错 比昨天的量多一点点 多一咪咪一咪咪一咪咪咪咪咪咪咪 所以 并没有主力出货的量 最近就等量 对不对 明天如果没有意外的话 开盘价应该要过175 对不对 开盘价应该要过175 3661的四星 明天开盘价盘中应该要过800 就跟这里一样 来来来 我跟你跟各位投资朋友讲一下 你看 这里是一根很长的下影线 这里量是缩 这里有没有放量 这里有没有放量 有啊 这一万张 老师这个几百块的股票 一万张到底有多少人在冲 有钱人在冲 那今天来说是不是有下影线 是不是有下影线 那明天他的五日线是在多少 五日线是在八百块左右 所以他会不会跟这一根一样 打下来拉上去 然后爆量 我告诉你上去就再有量 960大概不是高点 今年农历过年以前要过了 因为他回撤 今天回撤这个线很漂亮 今天你有没有看到 尾盘的时候 有一个一笔很大的单在买 明天最好涨停板 我们再来看6533 你看金星科 他也是这一波拉回来 冲冠600 但是他比较强 为什么 因为他今天就站上五日线了 看到没有 3529的力望 他也比较强 因为今天就站上五日线了 回撤这个缺口 3661比较弱一点点 三线翻空那个 那你拜托你去空四星嘛 好不好 三线翻空 你去空啊 没关系啊 你去空 明天你不要空太低啦 你最好空个八百块 能空到我就恭喜你了 搞不好就被嘎上去了 那6531的爱普 各位五日线是不是站上了 五日线开始扣抵低档值嘛 MACD开始交叉往上嘛 那这一根黑棒的 这一根黑棒 因为这一根黑棒的这个什么 量并不大 所以并没有出货量嘛 那这一根黑棒要过去嘛 这一定要过的啊 180一定要来的 那不是明天来 不然什么时候来 老是后天才来 都可以的 随便你了 对不对 4961的天狱 对不对 我是不是跟你讲 回撤季限是买一点 你也不相信 我115块叫你买 你也不相信 老是 我明天再追 明天再追 搞不好就涨停了 3034的联友 各位横盘整理 投信在这里 一直卖一直卖一直卖 外资在这里 一直买一直买一直买 冲上去了 对不对 老师明天要做联友好 还是做天狱好 我要看一下 我要看一下 我要看什么你知道吗 主力筹码 天狱联友其实都可以做 但是还是要看主力筹码 因为今天上影线很长 老师那3037的信息能不能做 搞不好可以 但是五日线还没有站上 尤其这里跳空缺口太大 这样不好啦 8046的南电能不能做 8046的南电这里有一个跳空缺口 这一个跳空缺口 这是跌下来的跳空缺口 还算蛮大的 所以我们看一看就好 看一看 搞不好可以做 因为明天电子股会涨 IP股一定涨的啦 对不对 6533的金星科 你看3529的立望 你看6531的爱普 你看甚至连3035的资源都上去了 他刚好也是回到季先 对不对 资源今天拉尾盘 所以如果没有意外的话 明天爱普也是拉尾盘 因为自营商在买 那我们都知道 这里是11月 11月有很多公司的业绩 其实是不好 但是就我们所了解 12月一直到明年1月2月3月 有一些公司会爆炸性的成长 像世新 像资源 像立望 像金星科 像爱普 他的业绩都会不错 对不对 老师 那今天4968的立基 是不是业绩不错 不是 我告诉你 不是 是技术面不错 我都在告诉你了 我也告诉你 2498的宏达店 你就买一点 我有害你吗 我就告诉你吗 2388的威胜买一点 我有害你吗 那明天是威胜先涨停 还是宏达店先涨停 我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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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BOT 你打电话进来 各位 红包标股 0277259668 我会告诉你 因为第一季 通通都是做梦行情 还有业绩行情 对不对 各位 我跟你讲的都很清楚 WG88标股几先锋 订阅按赞分享 我讲的股票 一定是有量有价 微商有没有量 几千张几万张 宏达店有没有量 几千张几万张 世新有没有量 几千张几万张 多的时候 艾普有没有量 几千张几万张 天狱有没有量 上万张 难道说没有量 对不对 莲勇有没有量 我会出货给你们吗 我不会出货给你们 我希望你们一起来赚钱 所以各位 我在这里跟你讲一下 打个电话进来 各位 红包标股 来电就送 我们一点都不啰嗦 圣诞过后了 现在要跨年了 我们这个小编 他要去跨年了 要爽了 但是问题是 你赚一点钱 再去跨年 不是更爽 对不对 能够赚五万是五万 能够赚十万是十万 能够赚五十万是五十万 能够赚一百万是一百万 你多赚一点 你去跨年不是更高兴吗 今年台北一零一的跨年 那个灯光非常的漂亮 各位 想要赚多少钱 你打电话进来 零二七七二五九六六八 各位 赚个一百万去跨年好吗 老师好 那就一百万去跨年 祝各位投资票操作顺利愉快 谢谢 本公司以望着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其余所推险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空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身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你想赚钱吗 订阅理财周刊频道 18位专家提供最快最多样的看法 从每天早上10点半 到晚上10点 每30分钟就有一档最新的原因上架 你还在等什么 下个富豪就是你